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斯 国家统计局31号公布的中国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49.4 比7月份微升了0.4,但仍然低于50点的融枯线 意味着这个衡量行业前景的先行指标已连续两个月收缩,并显露疲软势头 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幸何指出 中国经济面对疫情、高温等不利因素影响 制造业PMI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继续收缩 表明制造业生产和需求的恢复力度仍需加强 多名经济师都表示,中国今年的经济面临多重压力 房地产下滑,穿越地区经历严重干旱 以及疫情反弹范围涉及31个省市区 都重创了中国的经济复苏步伐 澳新银行集团经济师认为 尽管中国政府出台相当充足的经济刺激措施 但短期内在地方上执行仍面临较大的挑战 但相信,随着中共二十大在10月16号召开 执行政策的效率将会提高 T4季度以后可能会出现更为明显的经济复苏态势 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9月1号抵达乌克兰南部城市 扎波罗热 虽然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军事活动加剧 但是专家团决定按计划前往视察 俄乌双方继续互相指责对方攻击核电站 身穿防弹衣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洛西1号率领专家团抵达扎波罗热市 他向媒体表示 尽管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军事活动加剧 但专家团仍然会继续前行 因为要完成重要的任务 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的状况 有了增加军事件的活动 包括这天早上 直至最近,几分钟前 我曾经认识过 英国国际党军事长 听说过这些专家团军事件 和其他危险 但是重复的问题和其他危险 现在已经来到这么远 我们已经停止了 我们现在移动了 格洛西说 专家团抵达后 会立即评估核电站的安全形势 并与站内工作人员交流 还计划在核电站派驻永久代表 俄乌双方继续互相指责 对方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企图阻挠专家团视察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1号表示 因为俄军炮击核电站 所以5号反应堆被迫关闭 内部备用电源线也受损 不过6号反应堆仍在运作 俄国防部发言人则表示 当天早上60许 乌军两个破坏小组 共60人兵分两路乘坐小艇 越过地涅伯河 企图登陆并占领核电站 但俄军出动战机将敌军殲灭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号表示 俄方会尽一切努力 确保核电站安全运作 使专家团能完成他们的任务 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城镇 埃尼尔戈达尔 亲俄官员表示 乌军1号发炮导致至少3人丧生 1人受伤 镇内电力供应中断 不过乌方指 这是俄军的假棋行动 旨在阻碍专家团的工作 在乌东顿念此刻 亲俄官员1号表示 一批救援人员在1号凌晨 大约4点执勤时 遭到乌军迫击炮攻击 13名救援人员丧生 另有9人受伤 富豪卫视松核报道 在战事方面 俄乌两军在乌克兰南部的 赫尔松州展开激战 乌方从周四起禁止记者 不经审查地报道 乌克兰军队的行动 俄乌两军实际作战的战线 在赫尔松东北方向的 阿富迪夫卡附近 离赫尔松市至少有300公里以上 当天乌克兰军队 组织了一艘渡船 在赫尔松北部的 安德利耶夫卡利用浮桥 穿越了英古列次河 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军队的 猛烈炮火下艰难停进 俄军用超级火力 同时进行了反击 双方的军事接触行动 同时在这个方向的 多条战线上进行 乌克兰武装部队 也试图在向佛尔索 靠耶尔亚方向进行突击 双方在苏获伊斯沃克地区的争夺 激烈地进行制作 此前乌克兰媒体也报道表示 在坦克和炮火 以及步兵战车的资源下 向赫尔松东北部方向 发起了进攻 激战接中而知 在阿尔汗格尔斯克耶 奥尔吉诺定居点各个的方向 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空天军的部队 进行了对地面的大规模的炮击和空袭 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在从尼古拉伊夫 到科罗沃洛格的前线 积极着力量 在乌克兰军队克里沃洛格方向进攻的第二天 奥尔吉诺和维索科莱波的反攻 真实的情况被乌克兰媒体泄露之后 基辅也正在加强对媒体的审查 禁止记者直接与军方进行合作 发布有关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的信息 这项禁令从9月1号开始实施 乌克兰军事部门制定了一份专门的报道手册 严禁对乌克兰军队的行动进行任何的评估 更不允许进行负面的批评 禁止对军事行动进行任何的预测 除乌克兰国防部提供信息之外 只允许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官方代表发表信息 富豪卫视卢宇光 报载中 赫尔松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总统因为许臣安排紧张 将无法参加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 普京9月1号赴加里宁格勒考察 临行之前 他前往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 向戈尔巴乔夫遗体致哀 并且敬献花圈 普京曾经在8月31号 向戈尔巴乔夫的亲友致宴殿 对戈尔巴乔夫去世表达深切哀悼和慰问 佩斯科夫1号向记者表示 戈尔巴乔夫的葬礼 将于9月3号在莫斯科举行 但普京总统因为日程安排紧张 将无法参加葬礼 并且透露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 将会包含国葬的部分元素 现场会有仪仗队等 9月1号在俄罗斯 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在俄罗斯叫做知识节 那么这是中小学校孩子们 开始上学的日子 那么在这一天 普京总统飞往他们在波罗的海的飞地 加利宁格勒 到底有什么用意呢 我想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战争进行了半年之后 在波罗的海 几乎周边国家 都是属于北约成员国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普京再次的前往加利宁格勒 这在意义上是直接面对西方 表示对西方的一种强硬的立场 和坚定的态度 普京上一次到加利宁格勒 是2019年 那么就在2019年的时候 在加利宁格勒 就部署了S-400导弹体系 导弹系统 那么这一次 普京到加利宁格勒 会对西方来表达怎样的一种宣誓 或者是要有哪些动作 那么现在还不得而知 因为看到他今天 现在刚刚到达加利宁格勒 今天的安排 主要是看望一些孩子们 和一些9月1号开学的小学生们见面 同时在加利宁格勒 还要和塔吉克斯坦 那边的俄语小学 这个连线 这都属于人文方面的 那么同时他还有计划参观 纳西莫夫海军学院 在加利宁格勒的一个分院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军事宣誓 或者军事举动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在这个时候 普京前往加利宁格勒 那么显然 在这态度上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在普京去之前 应该说半个月之前 在加利宁格勒就配置了 配备有这个叫金杖 Kinza 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的米格 31飞机 抵达了加利宁格勒 而且在一个月之前 我们都知道 立陶宛曾经封锁了 这个在路上 经过这个立陶宛 从俄罗斯 白俄罗斯 到这个加利宁格勒的通道 那么号称是按照这个欧洲的制裁的规定 那么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方面就对这个立陶宛呢 进行了警告 后来呢 基本上又放开了 那么不管怎么样 虽然现在并没有宣布 普京在那边 除了和孩子们见面 除了访问学校 还有当然和加利宁格勒的州长见面之外呢 有些什么战略方面的宣示和举动 或者是呢 发表重要的讲话 或者是呢 增加在那边的一些重型武器 甚至呢 更先进的武器配备 现在没有消息出来 但是相信的这两天 普京在那边呢 是会有活动的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俄罗斯东方2022演习 8月31号 在远东乌苏里斯克市 希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开幕 演习将在9月1号到9月7号进行 参演总兵力超过5万人 中国 阿尔及利亚 印度 白俄罗斯 蒙古等13个国家 派出部队参加演习 在开幕式上 各国参演部队举行了分裂式 据指出 此次演习旨在深化 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 务实友好合作 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 增强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演习共分兵力集结部署 联合战役筹划 联合战役实施 组织兵力回撤 四个阶段展开 参演各国军队共同组建导演部 和联合战役指挥机构 中方参演部队主要由 北部战区所属部队组成 参演兵力2000余人 各型车辆装备300余台 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21架 舰船三艘 在过去的十几天里 中方参演兵力采取摩托化行军 铁路出送 海上机动 空中运输方式 顺利实施跨境投送任务 东方2022演习于1号至7号 在俄罗斯东部军区多个训练场 和相关海域举行 参演总兵力超过5万人 共投入5000多件武器装备 包括140架飞机和60艘军舰 此外 俄罗斯和中国海军 还将在日本海展开联合演训 以保护海上通信 和海上经济活动领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中俄两国举行联合军演 美国国防部表示予以关注 对于中俄罗斯和中国海军 这次在远东 一个训练基地 举行了多国军事演习 2022东方 那么在乌苏里斯克 以前中国叫双橙子 东北人都知道 那么这次的演习 规模比以前并不算大 但是它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在远东举行的 这样一个多国参加的演习 那么它在意义上 还是与网面是不同的 因为对于乌克兰 对于俄罗斯来说 当然也对乌克兰来说 这是一个战争时期 同时其实不仅仅是在军事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俄罗斯在战争之后 确实是全方位的 要增加它在远东的影响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战略上 在将来世界这个秩序上 或者说在这个 我们知道杜金先生 他一直主张的欧亚主义 这样的一个主体思想方面呢 应该说越来越 俄罗斯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重点呢 向东移 那么现在呢 不一也不行 因为将来和欧洲 基本上就算是 短期内就不会和好了 那么所以说 俄罗斯现在全方位的 增加在远东的影响力 不但现在举行这个军事演习 而且呢 从9月5号到9月8号 在弗拉迪巴斯托克 举行这个东方经济论坛 那么普京总统呢 将在9月7号发表演讲 而中国呢 也有重要的领导人要出席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 我想普京势必呢 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要施加或者扩展 它在远东和相关国家的 一些这个关系 甚至呢 这个昆吉托夫 就是他们的远东部长 今天透露消息说呢 就连日本 韩国 它这属于不友好国家 这样一些国家呢 地区呢 也要派这个代表 参加这个东方 这个东方经济论坛 那么还有呢 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朝鲜 朝鲜最近和俄罗斯的关系啊 那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以来 是最好的关系 那么最近呢 朝鲜在上个月的月底 28号左右再次试射了 他们说的是超高音速导弹 那么它1月份试射的时候呢 像韩国啊 像这个日本啊 都不太相信 可这次的超高音速导弹呢 可能是真的 因为呢 这个俄罗斯开始 就像普京总统前几天说的 说我们要向我们的 Alliance 就是叫盟友啊 要提供我们的最先进的武器 那么它其实有所指的 也就是讲到朝鲜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普京那就越来 或者说更加的要重视 他们的远东的这个定位 和远东周边国家的 这个全面的一些关系 好 看看另外一则新闻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 刘玉印就联合国人权高办 高专办发布所谓的涉疆评估 发表谈话表示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31号不顾中国严正交涉 执意发布所谓涉疆评估 中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刘玉印表示 高专办未经人权理事会授权 发布所谓涉疆评估 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严重损害高专办的信誉和公正性 高专办所谓评估 以有罪推定式的假设为基础 将反华势力编造的虚假信息和谎言 作为主要信息来源 刻意忽视中国政府提供的权威信息 恶意歪曲中国法律政策 抹黑中国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 无视中国新疆各族人民取得的人权成就 其内容与人权高专在访华结束时 发表的声明大相径庭 暴露出高专办有些人 对中国深刻的偏见和无知 这一所谓评估 完全是美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策划的闹剧 充分暴露了美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 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的图谋 中国新疆人权状况怎样 新疆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通过着有成效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 新疆已有五年多未发生爆恐事件 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和人权得到有利保障 这是最好的人权实践 最大的人权成就 近年来 近百国连续在人权理事会联大三位等场合公开发声 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近千家非政府组织向人权高专联合致函 强烈反对高专办发布所谓涉疆评估 美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企图以联合国机构为掩护 操弄涉疆问题的图谋注定失败 国际人权合作必须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 中方敦促人权高专办站在公平正义的一边 真正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各国人民人权 真正促进对话与合作 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而不是沦为美西方国家谋求政治私利的工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明思 美国两家芯片制造商都表示 收到美国政府通知 限制向中国出售高端人工智能芯片 芯片商英伟达和AMD都披露 接到美国政府通知要求公司停止向中国销售 协助电脑学习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 只担心产品最终被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军事相关的用途 也伟达表示 第三季销售将会损失4亿美元 同时会影响新一代芯片的研发进度 并且使部分业务需要迁出中国 AMD则认为禁令对公司影响不大 芯片是制造业的心脏 那么一个国家制造业要发达的话 芯片供应必须要多而且要高端 另外芯片行业它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相互关联的 它依赖于一体化的全球的供应链 你像现在这个比较实际上重要的芯片 它是由美国设计 还有韩国还有台湾地区来制造 还有中国要组装包装测试 当然了这个制造的设备又来自于荷兰 那么美国实际上现在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出相关的政府的文件 开始好像做的还是不是禁止 但是我们最新看到 像英伟的IAMD它们表示不能出口 它是也知道你即使向政府去申请 政府也不会批准 那么归根到底呢 就是美国是担心 说和中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上落后于中国 而且他们认为呢 中国现在芯片方面投入 当然是不如美国多 但是世界第二大多 然而呢 这个毕竟起步晚 有些这个技术还有些差距 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想限制芯片出口 就想在这个瓶颈上来扼杀中国 所以美国实行这样的一个芯片限制出口呢 实际上是给中国也提出了一个叫卫星时刻 就是这个冷战的时候 这个苏联提出一个口号 就自己呢 要投入研发 要自己呢 要赶超美国 当时是这个竞争上月球嘛 现在看来呢 这个美国 它担心和中国在竞争当中落后 那么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政策 对他们自己的损失其实也很大 因为他们美国的这些芯片企业 将失去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半导体的市场 那么中国呢 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呢 应该说更加会加大投入 比如说碳化硅芯片 要这个提高自由技术 就是在这个现在的这次的这个五年计划当中 这是一个重点的项目 所以说美国呢 现在实行的一种叫做科技霸权啊 或者是这个芯片霸权呢 它对中国造成困难 但对美国呢 也是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特别是美国 你既然是一个自由市场商业社会呢 这个市场导向非常重要 而中国呢 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好 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根据澳英美AUKUS安全协议的最新公告 澳大利亚潜艇人员将首次在英国核动力潜艇上进行训练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说 澳大利亚希望尽快地使用英美 要确定啊 这个使用哪一款英美的核潜艇 正在英国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 日前在英国皇家海军潜艇基地 启动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潜艇人员 同英国皇家海军潜艇人员一起 在英国的阿森号核动力潜艇上的训练任务 根据阿克斯协议 澳大利亚将获得自己的核动力潜艇舰队 据澳大利亚国防部的数据显示称 由于澳大利亚的潜艇老化 正面临着海洋作战能力的差距 根据协议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潜艇人员 要完成专门的核训练课程 目前这项活动正在展开 据细 前段时间 澳大利亚一艘克林斯级潜艇 在参加了美国盟军的 海上军事演习期间出现故障 前往夏威夷一港进行维修 所以目前澳大利亚越来越急迫的需要 确定英美的哪一款核潜艇 能够迅速组成新型核潜艇舰队 据悉 核潜艇的造价也在不断的上升之中 质量是明显然的一项 但这不是唯一的一项 我们必须想考虑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选择这个程度 我们需要一长度高的 超级能力的核潜艇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 所以在想终于 我们需要设计 是要知道我们需要达到哪一核潜艇 和如何能够够早期的核潜艇 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 能够得到人的上升 据悉 目前正在建造的英国 同類型核潛艇造價為22億澳元 預計澳大利亞要打造的 8艘新型核潛艇造價 將接近2000億澳元 澳大利亞政府將會在明年3月份 才會向公眾公佈建造的選項 有專家表示 澳大利亞的核潛艇艦隊的 第一艘交貨機將要延遲到2040年 鳳凰 也是楊恆英 悉尼報導 最後請您瀏覽世界其他媒體的 主要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明天同一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